其實我一直都想要一隻狗,一直都想要一隻狗 但從來都沒有想過領養,直到最近跟朋友聊 說養狗不如領養,因為我又不是特別了解動物權益 其實我都不太知道,因為我都專注自己的工作 但後來我跟朋友去奧護動物協會或其他地方看看 原來發現很多寵物是隨意被人遺棄的 我在想既然我想養一隻狗,不如領養又可以幫助自己 或者同事都可以幫到另一個生命 還有我覺得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不想生小朋友 不生小朋友,但他們可能覺得有點寂寞,都會想養寵物 但他們可能會想不如養一隻狗,不如去買一隻狗 由小,養到大可能會當自己的子女親切感大些 但如果這樣的話,只需要幫助的動物都一直在等 一些根本不應該出現的動物,不斷鼓勵他們作出一些非法繁殖 所以我覺得由我自己開始,以身作則,我自己去領養一隻 即是年紀都不小的動物,即是寵物,去證明給他們看 原來一隻成年的狗,你自己領養完之後 你都可以當作自己的兒子,我希望可以由自己開始去感染其他人 好,這樣 好,這樣